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被法院驳回申请的50-50 决定进行上诉了 我会继续追踪这个事件的 8月28号,在网络上疯传了几张 一名男性与女性多次亲吻的照片 而有很多韩国网友们认为 照片中的男性是9月4号即将出道的 SM新人男团来自成员思汉而掀起了韩网热议 但是在今天,SM娱乐声明表示 成员思汉因为健康问题 将不参与网络音乐排行节目MPOV 因为在正义爆发后 马上传出了不参加节目的消息 而且SM也没有对照片做出任何回应 所以就再次引起了韩网友们的争议 一般如果不是真的而是P图的话 所属公司马上就会否认的 竟然到现在都没什么回应 如果是小公司的话 可以说是在吵话题 但是大型经纪公司这真的是个毒 本来觉得长得帅很不错 但看完照片后心马上凉了 如果是被偷拍的话 还可以说他可怜 但这是自己在床上拍了与女友的吻照 真心觉得没大脑 是朋友上传的呢 还是SNS被盗号了呢 引起社会问题的拿拿一斗 还能继续活动 又不是犯罪 这又怎么了 反正过一段时间 大家就会忘的 如果是成人跟女生去旅馆 也没什么 但如果对方是未成年人的话 情况就不一样了 只要不是这样 大家就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就不能好好管理一下练习生吗 虽然不是犯了死罪 但是马上就要出道了 就发生这种争议 很难会有团粉的 Shotaro曾经时隔三年的新团出道 真的有祈祷他们能大发 这到底是要干嘛 目前还不知道那张照片是不是本人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擅自猜测 对于SM新人男团来几成员死罪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在沃特邦舞台上展现了性感迷人的表演 成为沃特邦女神的库能比 随着人气的上升 最近一直收到了各个平台的性骚扰 辱骂等黑粉酸民们的攻击 库能比的所属公司也表示对于这些问题 将要采取法律制裁 8月19号 库能比的所属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最近在多个线上社区 社交媒体 YouTube等平台上 确认到了与库能比有关的性骚扰 名誉侵犯 宣布虚假事实的贴文 我们通过监测 收集了相关资料 与多份证据 认为不能再忽视或容忍这种情况 我们将积极采取措施 以最大程度的保护艺人 今后发现恶意贴文 将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应对 如果粉丝们发现了 有关艺人的恶意贴文 明显的犯罪行为等 请透过官方电子邮件提供举报 为了保护所属艺人的人权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希望粉丝们也能继续支持库能比 绝对不要原谅 姻缘提告 性骚扰真的很严重 最近获得很高人气 所以在男超网站性骚扰 女超网站就故意找茬 真的乱七八糟 姻缘你 最近 库能比的歌曲 Underwater也在慢慢逆行 在韩国的反应真的很不错 所以黑粉酸民们真的 他要疯了 希望粉丝们能继续大发 让黑粉酸民们走火入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